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频率分布的表示形式有这样的几种 一个是样本频率分布表 接下来是样本频率分布调新图 第三种是样本的频率分布直方图 直方图能够非常直观明确的看出这个 每一段数据在这个样本当中所站的那个频率 不过样本频率直方图呢 它也有一个略这个弱点 就是它没办法直接看出原始的样本 原始的样本数据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画样本频率分布直方图的 它有这样的几个步骤 第一个是计算求极差 也就是说把样本当中最大的数据 减去最小的数据得到极差 求极差的目的是为了分组 那么第二步就是我们决定这个组据和组数 决定组据与组数 一般情况下 当样本的这个容量在一百个以内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是按照数据多少 常分为五到十二组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我们说将数据来进行分组 数据分组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列出分布表 列频率分布表 第五步就可以画出直方图 频率分布直方图是我们研究这个样本 用样本来估计总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形 这是这节课我们要复习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复习的是有关这个频率分布折线图和总体密度曲线 频率分布折线图 它是将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频率分布直方图的每一个长方形的最上端的这个终点 用一条折线连起来 就构成了这个频率分布折线图 而当我们这个把这个所分的这个组据越小 样本容量越大 我们这个折线图呢就越接近于一个曲线 把这样一个曲线就称为是总体密度曲线 那么对这个总体密度曲线 事实上对于我们的用样本来刻画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近似的一个曲线 那么对于这三者之间呢 我们说它是相互之间有一个关系的 频率分布直方图 它有这样几个特点 也就是说它非常直观 具体明明了的便于查询 频率直方图它形象 而且对比的效果比较强烈 而折线图呢 它主要是反映的是这个数据 它反映数据变化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势 数据变化发展的一个趋势 而总体密度曲线 它呢事实上是由我们的折线图的这当中 当它趋向于一种趋势的时候 我们最后用这样一个曲线 去近似的去表示这一个折线图 这是总体密度曲线 我们说频率分布折线图的定义是这样说的 连接频率分布直方图中 各个小长方形上端的终点 就得到了频率直方 频率的这个分布折线图 折线图 而总体密度曲线呢 它说这个组据如果越小 组数再增加的时候 折线图会越来越接近于一条光滑的曲线 统计中称这条光滑曲线为总体密度曲线 虽然它能够比较精确的反映 总体在各个范围内的曲纸的百分比 而且它也能给我们提供更加精细的信息 但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很难像函数图像那样准确的画出来 它只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图形 而且我们只是用这样一个图形 来对这个总体来进行估计 而且只有当样本容量越大的时候 这种估计就越精确 第三个方面的这一个 我们可以用净页图 用样本的净页图来估计总体 那么净页图的概念是什么呢 当数据是两位有效数字的时候 事实上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三位有效数字 只不过前两位或者是前一位 有所区别 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将用中间的数字 来表示它的高位数 然后用这个后面呢 也就是说第一个有效数字 我们可以用中间的这个净来进行表示 然后两边的数字可以表示各位 或者说后面的位数 其第二个有效数字呢 它的中间部分像植物的 第二个像植物的叶 两边部分像植物 净上长出来的叶子 因此通常的把这种图叫做净叶图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给出这样的一组数据 12 15 24 25 31 31 36 36 37 还有39 44 49 50 如果将所有的十位数作为净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它的净分别有 1 2 3 4 5 这样的五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叶 对于十位上是一的 我们在这里说有两位数 一个是12 一个是15 而这里以二为净的是有4 24和25 以三为净的有31 31 36 36 还有37 39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以4为十位数的有44和49 以5为十位的有50 我们把这个净叶图一旦做出来的时候 就很清楚的从这个净叶图上反映出来 我们这一个数据组当中 它的数字最多的集中在三十几 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它比较集中于三十几 对于十几和二十几 以及四十几和五十几 这个数据呢 它不多 而且我们从这里 从最大的这个范围上可以看出来 这所有的数字都大于或等于十 小于或等于五十 这是净叶图的 这个图形也可以非常直观的 给出原始数据它的一些范围和具体的数据信息 那么净叶图它也有这样一些特点 净叶图刻画数据有两个优点 一是将所有的信息都可以从这张净叶图当中得到 二是净叶图便于记录和表示 但是当数据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净叶图的效果就不是很好的 或者说当它非常分散的时候 或者我们在这里说 这个所谓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然后其他的都非常分散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勉强用净叶图 一旦它的这个净 如果是多位数的时候 那我们再用净叶图就不是很现实了 净叶图只便于表示两位有效数据 事实上呢 我们还可以表示三位有效数据 比方说我们这里给出的数据都是 一百零几 或者说一百多少 两百多少 三百多少 那我们在这前面就可以 这一些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到为它的净 然后后面呢 这给出来都是一些二位数 照样可以用净叶图来进行表示 就是两个以上的数据 虽然能够表记录 但是没有表示两个的 这样的记录这么直观和清楚 我们来比一比看 频率分布直方图和净叶图 它们之间的关系吧 对于频率分布直方图 无法看到原始数据 它只能通过图形来看出这个数据大致的分布情况 而这个净叶图呢能够看出原始的数据 但是频率直方图呢 它所体现的是这个非常详尽的这个数据之间的这种分布情况 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频率分布直方图去求得某些具体的范围当中 这个总体它的大致的这个数据 这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 下面呢我们通过几道例题来进行说明 首先来看另一 下表给出了某校500名12岁蛮孩中 用随机抽样得出的120人的身高 单位是厘米 我们来分析这一个表格 这个身高呢是区间的下限是122厘米到126厘米的 这个120人当中有5人 8人 10人 22人 33人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能看一看最低的身高 最矮身高是120 122厘米 最高的是1米58 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列出频率分布表 事实上呢在这一个表格当中 我们就列出了这个每一档的平均 这个频率分 频数的分布 我们直接在这个表格当中 把它的频率给算出来 我们看一看这里是5人 那么5人相对120来讲的话 它的频率就是5除以120 于是呢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频率 大概是0.04 然后第二个是8 所以这里大致是0.08 10是大概是0点 这个大概算的是0.07 然后这里算的大致是0.08 22这里大致算的是0.18 我们直接用这个 这个区间区间里面的这个数据 频数去除以总人数 然后呢 这里33除120 大概等于0.28 这个20除以120 是0.17 你在这里可以计算器或者电脑来进行计算 这里11除以120 0.09 6除以是0.05 5除以120 是0.04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所有的频率加起来 0.04 这里0.11 0.19 0.37 0.65 0.82 这是0.91 刚好是1 这个频率呢 加起来的和应该是等于1的 这就是我们的频率分布表 那么接下来根据这个频率分布表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频率分布直方图给做出来 我们来看一看 做这个频率分布直方图 对于每一个区域 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1米22到1米26之间是相差一个4厘米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确定的这个组距是4 组距是4 然后呢 它一共分成了1组2组3组4组5组6组7组8组9组 这是对于频率分布直方图当中 它的横坐标表示的是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些分组 身高厘米 然后呢 它的纵坐标表示的是频率除以组距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画这个图的话 首先来以第一个为准 在身高率在1米22到1米26之间的 它的频数是5 频率是0.04 那么它的纵坐标应该是频率除以组距 组距是4 所以用0.04除以4等于0.01 因此我们得到了这里是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这次把它画一下 这是第一个小小长方形 第二个是0.07除以0.04 所以是0.07 0.08除以4 不到0.2 而在这里呢 第三个刚好就是0.2 所以我们把这里 把它画准确一点 第四个 是0.18除以4 所以大概是0.45 0.45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把它标出来 然后 第五个是0.28除以4 大概等于0.7 好 接下来呢 是0.17除以这个4 就大概等于0.4 多一点点 0.04 好 接下来呢 是0.09 0.09除以它又是0.2 多一点点 0.25的样子 好 还有是0.05 就是1.25 再接下来是0.04 除以1 就是0.01 好 大家可以看 我这边上画出来的 这一个频率分布直方图 在画这个频率分布直方图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所分的这些组 都是组与组之间相连 所以我们所画出来的 这些小方块 它们都是紧挨在一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个 重坐标表示的是 频率与组句的比 而不是我们直接得到的频率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大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组句 既然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在画这个频率 折方图 折线图的时候呢 往往是将它们这个终点 标出来 而且所有的这一些 我们说所有的这些 小方块的面积 加起来应该是等于1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频率直方图 做出来之后 接下来来画出它的频率折线图 把它们的终点找出来之后 把连着两个终点 把它连起来 于是就得到了我们的折线图 好 这个就得到了我们这个图形当中的 这个折线图了 那么通过这个图形呢 我们把这个第二问和第三问 都已经做了 第四问 要通过这个频率分布直方图 来估计升高小于1米3 4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事实上要问这个百分比 我们从这个频率分布表上也可以得出来 升高处在小于1米34 那也就是从1米22到1米34之间 这个里面 总人数 是他说这个人数占总数的百分比 那事实上就是问这个范围里面的频率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它是0.04 加上0.07 加上0.08 答案就是 这是0.15 所以是0.19 于是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升高小于1米34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19%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设计可以转化成百分比 就是19% 从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升高处在哪个范围当中的人数最多呢 当然就是最高的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是1米38到1米42这个里面 那么也可以说 大部分人的升高都是集中在 从1米34到1米50之间 其他的这两个地方 我们觉得这个范围是比较小的了 而从这个频率分布表当中 也能看出这一点 这里处在1米34到1米38 以及到1米42 还有到1米46这之间的时候 到1米50 他们都是是从0.08 0.18 0.28 集中了大量 我们来看看剩下的四个区域 0.04加0.07 只是0.11 再加上这 也就是说 再从1米30到1米50 这个范围当中 集中了80%的人 这是我们第一题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题 为了了解高一年级学生的体能情况 我们说某校抽取部分学生 进行一分钟跳绳次数的测试 将所有数据整理后 画出了频率分布脂肪图 我们就要自己能够整理数据 画出频率脂肪图 还能够辨识频率分布脂肪图 人家给我们一个频率脂肪图 我们能否对它进行认识呢 图中从左到右 各小长方形面积之比为 2比4比17比15比9比3 那么在这里 这个小长方形的面积之比 事实上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面积是等于什么呢 面积之比事实上就表示的是 它所占的所有的这个比率之间的关系 我们比方说要看第一个 也就是90次到100次的这里的人数 它是占多少呢 总数我们可以求出来 这是623 这是38 然后加上12是50人 那么这里一共是呢 一共有50人 2除以50 这个是等于0.04 这个表示的就是 处在94到100字的这里面 它的频率是等于0.04的 而且第二小组频数为12 第二小组的频数是12 那根据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看 第二小组的这个频 它占整个的多少呢 那就用4来除以50 这里得到的是0.08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第二小组这个里面呢 它是占总数的0.08 于是用12频数 除以它所占的这个频率 我们就可以得到是12除以0.08 计算得到的是150人 那也就可以得到 第二小组啊 这里有150人 然后他说第二小组的频率 是0.08 样本容量又是多大呢 我们从这里可以求出来 这个样本的容量 就是150人 好 第二文他说 如果次数在114次以上的为达标 114次以上的为达标 就是这一条红色线的右侧部分 就表示的是达标的 那么是估计该学校全体高一学生的达标率是多少 要问达标率 事实上就是问 这里12345 1234这四块当中 占整个的百分比 那于是我们可以看一看 后来的就是17加上15 就是32加上12 就是44除以50 那就得到了有44除以50 乘以100%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结果是等于88%的达标率 那么我们可以求得 就是说这个从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个学校当中 高一学生的达标率是88% 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三问 在这次测试中 学生跳成次数的中位数 落在哪个小组类 中位数 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格 这个直方图当中看出来 落在90到100这个范围类的人数 它的频数是等于6的 然后我们可以依次求出 这个这六个范围类的 他们的各自的频数 依次是6 12 51 45 27和9 那么这个中位数 就应该是落在这150人 所以应该是落在这个第70 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的数据 按照从小到大的排列的话 那么就应该是75 这个地方 而他是150人 是偶数个人 所以呢 这个中位数 我们给同学们要解释一下 他是我们下几课即将要讲到的 用数字特征去估计 这一个总体 那么数字特征当中 有重数 中位数和平均数三个 那么中位数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他表示的是 如果样本的总数是 一个基数的话 那么我们就取最中间的那一个数 如果说他样本的总数 个数呢 是偶数的话 就取最中间那两个数的 他的平均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个图形当中 前三个这个小方块当中 表示的平数有 6加12是18 加上51是69 就是前三块里面表示的 平数是69 而我们150除以2 是等于75的 再看第四块 这个地方是45 那么就是前面的四块的和 是等于这个69加上45 等于114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到了130次 这里的人数的平数呢 是超过了140 100了 那么在这个范围当中 我们认为第75个人 和第76个人 他们的成绩 一定是处在第四块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可以下结论呢 说这个学生跳层次数的中位数 应该是落在了第四小组类 就是通过频率分布直方图 如何去找出这个样本 它的一些特征 或者说我们这个总体的特征 这是例二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例三 从两个班中 各随机的抽取十名同学 他们的数学成绩如下 假班 这里有十名同学是74 76 82 96 66 76 78 72 52 68 一班的十名同学 86 84 62 76 78 92 82 74 88 85 画出净页图 并分析两个班的学生的 数学学习情况 我们说在这里呢 有两组数据 所以我们在画出 在做这道题的时候 可以用净页图来进行分析 而且他们的这个数据呢 并不多 因此我们可以来 画一画他们的净页图 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一些数据呢 他们的成绩都是一些两位数 都含有两个有效数字 那么我们用这个 净的左边表示假班 净的乙边表示 右边表示乙班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里面写的 这是我们的净的 然后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出这个分数的 最低分 从这里看出来 在假班当中 最低是52分 乙班当中 最低分是62分 所以我们可以 在这里呢 净的最小数 可以写5 然后是6 7 8 9 这样的几个数据 来看一看 假班的成绩吧 假班 在50几分的 只有一个52分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 填写2 我们用格子把它打开 以便待会儿 看的时候呢 比较清楚 好 再看一看 假班60几分的 有几人呢 60几分的 有66 和68 所以它有 6 和8 70几分的 有76 74 还有76 还有是72 所以我们看到 70分的 有1234个人 5个人 还有一个78 掉了一个78 这是70几分的 对于假班来讲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80几分的吧 有82 和 就只有82 这一个同学了 再看90几分的了 90几分有96 在最后呢 做出了这个进页图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分析一下 到底数据有没有写漏 或者说 重复 再检查一次 123 45678 90 刚好是10个人 那么52分的 50多分的 只有52分 60几分的 有66 和 这个68 70几分的 有5人 我们再来看一看 是76 74 76 78 还有一个72 这个不错 再看80几分的 有82 90几分是96 这是假班的进页图 我们已经画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乙班的进页图了 乙班对于50几分的 没有 所以在这里 你不要写上0 这里是没有 就不写 好 60几分的 我们的观察下 有62 好 所以这是62 再看一看70几分的了 70几分有76 78 还有一个74 再看80几分的吧 他有86 84 还有82 88 最后一个85 再看他的90几分的 有一个92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有没有写漏了 123456 7 8 9 10 10位同学 好 那么从这个进页图当中 我们的已经做出来了 剩下我们说 要画出进页图 并分析两个班的学生的 数学学习情况 从这一个进页图当中 我们清楚的看到 乙班的成绩是较好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假班的成绩是 集中在70几分 集中在70多分 这个进页是 长得最长的地方了 页是长得最长 所以它是70几分集中 然后还有一个是 60分以下的 60多分是两位同学 那也就是说 70分以下的 它有三位同学 而且80分和90分 各只有一个同学 平均分应该是 集中在70几分 重数就是70几 在这里是76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呢 对于乙班的同学 50分的没有 也就是说不及格的同学 是没有的 接下来呢 70分以下的 只有一位同学 而且我们发现 他在这里呢 他这个80几分的同学 占多数 是五位同学 这里70几分同学 占到了50% 这个80几分同学 占到了50%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乙班的整体成绩是 比较甲班要好一些 也应该说 他们的平均分 比甲班也要高一些 虽然说甲班的最高分96 比乙班的最高分要高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乙班的成绩 除了一个62和一个92之外 都是集中在70到80多分 这个分数党之间 所以我们认为 一般的同学 又比较整齐 他不仅是 他的平均成绩 要比甲班强 而且他的成绩 也是比较整齐的 这是我们通过 做出敬业图 而且进行比较 得出的这样一些结果 这是例三 接下来的 我们请同学们看一看例四 他说为了了解一大片 经济龄生长情况随机测量 其中的100株的底部周长 得到了如下的数据表 这个数据表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有12345678910 有10列 再来看一看呢 有12345678910 10行和10列 100株没有错 接下来呢 第一个编制频率分布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编制频率分布表 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说 要首先分组 了解掌握他的频数 还有频率以及组句 所以我们在这里 应该找到他的最低数据 最小的数据和最大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看 最小的数据是多少 请同学们首先观察一下这个表 好 看在这个表当中呢 有一些是三位数 在观察表格的时候呢 我们来找一找 最小值肯定是一个二位数了 我们来看 在这第一列当中 最小的值是89 第二列当中 最小的值是87 第三列当中 最小值是99 第四列当中 最小值是80 第五列注意了 前面四列 已经最小值是80了 然后接下来的 这里最小值都是 这是92 在这里的最小值是101 这个里面的最小值是96 95 这个里面的最小值是91 然后再看这里 我们发现 整个100个数据当中 最小的值是80 是80把它找出来 在这里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找一找 这个最大的值吧 最大值在这个里面 我们来观察一下 是126 在这一列里面呢 仍然比126小 这里面超过的 它是131 然后在这一列里面 没有比131大的 这一列里面 也没有 这一列里面 我们来看一看 也比131小 还有就是这里面 都是比131小的 这里面 那么在这里呢 最大值 它是131 好 找出了最大值和最小值 那么我们再想一想看 在这里如果要分组的话 到底是以多少为组句呢 确定比较好一些 从80 我们想一想看 如果假如我以5为组句的话 那么这里就可以写成 80到85 85到90 90到95等等 这样一些组 最后一组 我们看一看 那就是100 这个值子是大于130了 所以我们可以从130到135 这个组句 于是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分组的 第一组就写成是 80到85 第二组就是 85到90 那就是90到95 95到100 100到105 105到110 110到115 115到120 120到125 125 125到130 130到135 好 刚刚好把这里呢 分成了 123456 78 9 10 11组 我们把从最低数到最高数呢 最大的数呢 分成了这样的13组 接下来我们再来找一找 他们的平数 他们的平数 首先来看一看 80的 80到85的数据当中 第一列当中 没有 第二列当中 没有 第三列 我们来看也没有 第四列有一个80 第五列 没有 第六列当中 也是没有的 这里也没有 看到最后这里平数是等于1 好 下面看85到90 85到90在第一列当中 没有 第二列 第三列 第三列 第三列有一个87 这里有一个89 85到90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这接下来是 85到90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两个 好 一次呢 同学们再从这个表格当中来找一找 我们把这个数据给写出来 85到90是两人 90到95 请同学们数据数 它的平数是四个 95到100 是14 100到105是24 通过表格当中分析出来的 然后是15 12 9 11 6 2 最后呢 这些数据填出来之后 我们有必要把它进行一个 回去 回头再来检验一下 到底我们数的对不对 有没有数据数漏了 或者说 数 多数了的 那么怎么样来看呢 最大的粗简 就是把这数据给加起来 是不是100 100株吗 再加3 7 21 45 60 72 81 92 98 100 刚好合计是10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计算频率了 计算频率 就是用每一个组段里面的这个频数 来除以总数 1除以100就是0.01 这里是0.02 0.04 0.14 0.24 这里呢是0.15 0.12 0.09 0.11 0.06 0.02 最后 合等于1 这是频率了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 在我们做这个频率直方图的时候 还得要把这个频率除以组句给求出来 那么这个组句是5 组句是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率0.01除以5 在这里我们可以填上是0.02 这个除以5是0.04 这个0.08 这个除以5就是0.28 0.48 0.0 0.0 0.028 这个地方我们 0.048 然后这个除以5就是0.030 这个除以5是0.024 还有是0.018 0.022 0.012 0.004 这个0.001除以5是0.002 这是0.004 我们在这里 都写掉了一个0 大家注意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频率除以组句求出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画这个频率脂肪图了 根据这个频率分布表 我们可以看出最大的数据是0.048 所以我们所画的这个频率除以组句的最高值可以画到0.05 做出这个单位长度就是0.001 0.01 那么 首先来看80到85之间是0.002 0.002就是把0.01再进行5等分 好 再5等分就在这个地方了 这是80到85这一段 再从85到90是0.04 接下来呢是0.008 0.004大概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数据画高了 0.008呢大概在这个地方 好 这就是先做出了前三个长方形 再接下来是95到100是0.028 注意了 0.028在0.02到0.03的这个五分之四等分点这个地方 这是 好 接下来是100到105是0.048 再就是105到110 105到110在0.03这个地方 110到115 0.024 还有是115到120 0.018 115到105是0.012 115到105是0.012 0.022 最后 130到135是0.014 0.014 好 我们看一看得到了这样一个频率分布直方图 我们把呢 刚才的这个不符合条件的这些线呢 刚才做的这一个 画图之前所做的这样一个辅助的网格 把它擦掉之后 这就是我们所要求到的这个频率分布直方图 下面看这是频率分布表 频率是分布直方图都已经做出来了 第三个 他说估计该片经济林中底部周长小于100厘米的数目 约占多少 底部周长小于100厘米 我们从哪来开始呢 我们看频率分布表当中 底部周长小于100 那就是从80到100这样一个三四个区域当中 问这里的约占多少 我们只需要求出他们的频率之和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0.01加上0.02加上0.04加上0.0 0.14我们来算一算 0.03 0.07 0.21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求出这个应该是占到21% 周长不大于120的数目约为多少 不大于120 120是落在了这个区域 5大于120那就是小于或等于120的了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 刚才的这四个再加这四个范围 这四个范围就是0.39 0.51 0.6 那么于是我们就得到0.6加上0.21 大概等于0.81 也就是说周长不大于120厘米 120厘米的这样的数目呢 占到了大约81% 这个层次 我们从这个条形分 路直方图上 我们来看一看 120之前的这一部分 大概占到了这个 从这个图形上看 它也是占到了一大部分了 占到了一大部分 事实上这个80到85之间也很少 我们可以看 这个大部分的数目的这个周长 都集中在这个范围之间 也就从90到130这个范围之间 我们同学们也可以大致计算一下 如果除去这里的0.01和0.02 以及这里的0.02的话 我们说在这个80 从90到130之间 占到了91% 占到了91% 这是我们从这个 频率分布直方图当中 可以得出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在这里周长不大于120 我们得到的是这个91% 那么不小于就是周长不小于120厘米的数目 占多少呢 就是大于或等于120的这个范围 我们再来看一看 是0.09加0.11 就是0.2 0.2 这个0.11加上0.06加0.02 也就是11加上0.06加上0.2 它这里是等于0.19 这里说这个周长不小于120的呢 占到了19%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 我们从这个频率分布表和这个频率分布直方图当中 得出来的这个数据 仅仅只是我们样本当中的数据 样本当中的数据 只能用来大致的估计总体当中 他们所在的这个比例 而不能真实的去当成是 总体当中的这个具体的真实的实际数据 好 今天的课了 我们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